- 哈哈 - 哈嘍 - 大家晚安 - 谢谢思源的粉笔 - 谢谢新鲜柠檬的粉笔 - 哈嘍 罗莉兰 - 晚安 - 哈哈晚安 - 亲密晚安 - 亲密晚安 - 为什么罗莉兰的名字 - 多了值得的东西 - 咦 中和喵喵也有 - 谢谢仓主的欺乐和我仓活 - 再吃炸雞 - 哦 好好哦 - 我也要吃 - 啊 狗狗 - 哦 更新了 - 跟狗狗 - 对啊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 - 绿色还是蓝色 - 哦 小鱼晚安 - 更新了 - 浪赖 - 觉得他 - 他现在长得很像抖音耶 - 他的介面很像抖音 - 有点用不习惯 - 你们有觉得像吗 - 为什么阿华的勾勾是 - 他是咖啡色的 - 企鹅晚安 - 哈啰小华哥晚安 - 哈啰小华哥晚安 - 哈啰不见 - 旧晚安 - 羊熊 - 羊熊晚安 - 羊熊你是不是 - 你是不是 - 偷偷花心啦 - 啊 断钩了 - 但还是有勾勾啊 - 他没有断掉 - 谢谢小雨送我回来的小天的糖果 - 羊熊不是看到面面很心动吗 - 都不要开心啊 - 都不要开心啊 - 哈啰米米晚安 - 黄鱼晚安 - 谢谢旧的糖果 - 冬冬晚安 - 请到送我今后 - 一来就看到修罗堂 - 没事明天还有修罗堂 - 明天是mini concert啊 - 你们还会来吗 - 好像有些人是买了凉糖的 - 对吧 - 明天小天又要上班 - 没办法 - 只能握手会在电了 - 一来就听到这首歌 -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 - 一直一直无限循环 - 很喜欢陈雪琳的声音 - 明天小天 - 你一首晚安 - 看看明天第三排 - 太好了 - 我会一直跟你分手 - 要回回我 - 请选迷你送我几十关 - 温暖的声音 - 温暖的声音 - 对啊 - 很喜欢这种舒服的声音 - 特别是下雨天 - 这季次是下雨 - 下一阵天 - 下雨天想要听一下 - 比较抒情一点的歌 - 温暖的声音 - 谢谢海河的声音 - 还有谢谢迷你的拉皮屋 - 拉皮屋 - 拉皮屋 - 谢谢阿华的声音 - 啊 - 最短的 - 我要转一下 - 谢谢罗莉郎的烟火 - 哇 - 罗莉郎你的偷贴 - 很有秋天的感觉 - 我觉得很棒 - 今天K牌 - 对不起浩浩 - 是我没有抽好位置给你 - 谢谢强大生叔叔的糖果 - 黄云也是K牌 - 但 - 那你可以跟浩浩当好朋友 - 谢谢小雪的真情告白 - 谢谢玉辰的LUVU - 明天用几乎的 - 鸡腿换到第三排的问题 - 什么谁这么好心跟你换 - 居然用一只鸡腿就收买了 - 也太好收买了吧 - 阿给晚安 - 谢谢博弈的新吃饭 - 卡丘晚安 - 一个瞬间 - 小雪今天也在第三排 - 太好了 - 可以看到 - 比较紧 - 哈喽臭爸爸 - 小雪最近都听Green Day的歌 - 你怎么这么念旧 - 算Green Day的歌是真的经典 - 爸爸明天不在 - 好哦 没关系 - 发生事故 - 谢谢诗人的糖果 - 哈喽田中晚安 - 米手明天在后面 - 筷子不吃筷子掉了 - 那个 - 哦有纸米哦 - 哦我喜欢纸米 - 这种天气喝红豆纸米 - 超级暖乎乎的超棒 - 姐姐煮的好吃吗 - 我跟你们讲 - 姐姐她煮的甜汤是超好吃 - 她是煮甜汤权威 - 她是煮汤的权威 - 她超级会煮汤 - 毕竟港澳都很会煲汤的啊 - 煲汤 - 今天Nina长秀 - 对比较冷 - 而且我坐在窗边 - 只不过那个风进来有点冷 - 我就说我们家就是夏天 - 夏不凉冬不暖的那种家 - 这下一台秋天已经太绝了 - 煮汤的权威会煮母汤吗 - 哦她超会 - 现在都母汤了 - 我觉得都母汤 - 本台都母汤 - 啊咪咪是米酒 - 我还以为是新朋友的 - 谢谢小英的LUVU - 明天会不会每个人花一碗 - 没有那么大的锅子煮啦 - 不够分 - 姐姐母汤 - 罗力娘就是醉母汤的那个好吗 - 才说姐姐母汤 - 谢谢切食的新之冠 - 谢谢震宏的NATI - 为什么米酒要改名呢 - 她不愿让你看 - 每个人都一口 - 没办法喝了一口 - 没办法喝了一口 - 没关系 - 没关系 - 没关系 - 你要我试味道是不是 - 可是我用那个 - 那可以用吗 - 没关系 - 不行 - 母汤啊 - 做了母汤的巨爱 - 什么我要看 - 哈啰黑哥晚安 - 等一下明天又能跟大家见面了 - 太好了 - 不过最近一直下雨 - 大家要 - 而且天气也比较冷 - 大家要记得多穿一点 - 多带一件外套 - 然后要带 - 红具 - 明天应该 - 没有意外也是会下雨 - 我应该会穿雨鞋吧 - 我新买了雨鞋 - 还没有穿出门过 - 是透明的雨鞋 - 之前一直想买 - 觉得很可爱 - 明天可能会穿 - 谢谢黑哥的粉笔 - 狼哥做面面具爱 - 狼哥你叫母汤哦 - 谢谢圆圆的爱心的新吃饭 - 你也晚安 - 现在有罗力让全都死亡 - 你不要露出那种 - 无辜可怜的表情哦 - 你就是母汤的 - 透明的会看到脚趾巴 - 我会穿袜子啦 - 我会穿袜子 - 哈喽洛天 - 哦不是 晚安 - 小千也想加入杯盖子吗 - 谢谢坤坤的真情道白好 - 谢谢伊尔的新知光 - 你们休想看到我的脚趾 - 现代人还有在穿雨鞋吗 - 其实不瞒你们说啊 - 我前阵子买了雨鞋套 - 然后就是那种 - 谢谢坤坤送我糖果 - 还有小的kiss珠珠 - 就是那种 - 就是穿鞋子 - 然后一个鞋套 - 雨鞋套这样套上来 - 结果我发现 - 我穿的那个运动鞋 - 也就是那种松高底的 - 就会塞不进去 - 它一定要非常合脚的鞋子 - 才可以穿的进去 - 所以我发现这个东西非常不实用 - 然后不实用之外 - 还非常的丑 - 非常的丑 - 那个铝鞋套非常丑 - 就是我穿过一次 - 然后我去 - 进去捷运站 - 然后进去捷运站 - 然后进去捷运站 - 里面就感觉到 - 马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闷 - 然后还要脱下来 - 还很难脱 - 就是费了一番功夫 - 很丑的吧 - 大家花了两站 - 捷运站的时间 - 才把它脱下来 - 但我自己觉得是蛮不方便的 - 很不美观 - 有一点 - 不会很滑吗 - 但其实还好 - 其实还好啦 - 幸运晚安 - 因为我只是 - 我只是骑脚踏车的时候 - 怕鞋子弄脏 - 才穿那个鞋套的 - 不过我觉得 - 没有想象中好用 - 所以后来又买了一双雨鞋 - 那雨鞋的话 - 我觉得 - 好像比较比鞋套方便耶 - 因为鞋套你脱下来之后 - 你就 - 你要另外拿一个袋子去装它嘛 - 所以其实蛮麻烦的 - 重点还是很丑 - 对啊 - 你不觉得买雨鞋 - 一双好看的雨鞋 - 比买一个鞋套好吗 - 谢谢瓜哥的新资罐 - 瓜哥谢谢 - 谢谢 - 鞋套没有很好用 - 因为我穿了一次之后 - 就没有再穿了 - 觉得太不方便了 - 谢谢Martin的Love you - 直接赤脚比较快 - 男子不行 - 我的脚趾不能让你们看到啊 - 所以还是要穿 - 穿雨鞋 - 如果明天下雨的话 - 我应该会穿 - 我的新鞋子 - 还没有穿出门过 - 谢谢季风亮的粉底和糖果 - 羊熊可以穿拖鞋上班 - 你在哪里工作哪一家老板这么好 - 可以允许你穿拖鞋上班 - 很多大学的教授都不允许 - 学生穿拖鞋上课 - 你怎么可以穿拖鞋上班 - 应该不是办公室的吧 - 办公室的话就不行 - 下雨天穿新鞋 - 可是雨鞋就是要下雨天穿呢 - 而且我第一次穿雨鞋套的时候 - 超兴奋的就一直故意去踏那个水 - 因为就超开心的超开心的 - 就想不会湿鞋子不会脏诶 - 这样子 - 然后可是后来回到家的时候 - 发现鞋底变得好脏哦 - 因为又要收进袋子里 - 底下都是米巴 - 突然很后悔自己去踏那个积水的地方 - 下雨天都不用新雨伞 - 骗人骗人 - 多少人不是下雨天 - 临时去便利商店买一支雨伞的 - 那你买了新雨伞都不用吗 - 怎么可能 - 能品均晚安 - 小朋友不要玩水 - 但小朋友就很喜欢穿着雨衣 - 然后雨鞋去踏那个水 - 就觉得很疗愈 - 你们不觉得吗 - 还是只有小朋友才能体会这个心情 - 谢谢Kate的封面 - 我也是随身带闪的 - 但是就是 - 像骑脚踏车的话下雨天 - 而且其实有时候雨太大 - 的话就算撑着闪 - 你的裤子还是会死掉 - 还有特别是鞋子 - 所以下雨天穿那种布鞋的话很不舒服 - 太不舒服了 - 综合喵喵都淋雨 - 为什么 - 你就买 - 买一把闪嘛 - 买一把闪还是雨衣啊 - 不然会秃头 - 会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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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品居上我去吃猪猪猪猪猪 - 哈啰加油主播正能量 - 晚安 - 走啊 - 邻居比较浪漫 - 一个人邻居不浪漫 - 两个人邻居叫浪漫 - 一个人邻居的话叫做可怜 - 一个人邻居 - 然后就内心就觉得特别的寒冷 -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就是帮忙 - 撑闪的 - 一百个人邻居的话那是 - 那个多么浩大的场面啊 - 就是那种 - 我知道啊 - 那种古装剧里面就有这种啊 - 那种打仗的片啊 - 就是杀他个片甲不留 - 然后全部杀完之后 - 然后 - 然后 - 就是总之会有赢的那一方 - 跟输的那一方 - 然后那时候就会下几盆大雨 - 那赢的那一方就是几百个壮士 - 然后在那边 - 哇 - 我捍卫了我的家园 - 然后临着那个雨 - 就是那种感动的音乐会下去 - 那相对的 - 书的那一方 - 就是可能只有一个人存活 - 然后那时候下那个雨 - 然后他的心境就是 - 迷失 - 对我的家人 - 我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 那种 - 那种 - 就是很悲凉 - 所以就是要看 - 一百个人是壮业 - 谢谢迷路追踪 - 内心情 - 真的吗 - 就是剧都是这样演的啊 - 巴巴要去当祭品 - 人家当祭品去 - 那个敌对军营的都是最漂亮的耶 - 通常就是 - 该国的那种漂亮的 - 就是 - 国王 - 国王 - 就是公主吗 -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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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 - 那种公主 - 会派去当祭品 - 然后可能就是要嫁给 - 对方的 - 头头 - 首领 - 之类的 - 对美女献祭的概念 - 所以巴巴 - 你确定你可以吗 - 非子 - 和亲 - 对不对 - 和亲 - 巴巴要嫁了 - 没有 - 巴巴 - 巴巴没有 - 巴巴不可 - 巴巴的头发太短了 - 巴巴的头发太短了 - 不然你去戴假发 - 再穿个水手服 - 谢谢夏儿的星之光 - 巴巴还是去打仗 - 我也这么觉得 - 巴巴你还是去打仗啊 - 你就安心的去吧 - 嫁给善姨 - 嫁给善姨 - 好新潮的季节 - 谁要接受这个季节 - 谁要接受这个季节 - 谢谢瓜哥的糖果 - 还有马琴的星期贯 - 巴巴要嫁去喊韩国 - 好啊你吃了就不要回来了 - 我都不认你了 - 巴巴要嫁去喊韩国 - 好啊你吃了就不要回来了 - 如果跟善韩国打仗 - 巴巴有没有用 - 如果跟善韩国打仗 - 那我就把巴巴第一个推出去 - 给敌方宅 - 哈哈哈 - 爆炸头加水手服是行驶 - 对对对对对 - 在今年秋冬开始流行 - 因为那个爆炸头也蛮保暖的 - 巴巴一定是逃兵 - 巴巴你这样不行 - 你这个叛徒 - 这个叛徒 - 这就不爱 - 这就不爱 - 这就像中文正常 - 太开心了 - 这就像中文正常 - 太开心了 - 巴巴会志愿被绑去当 - 巴巴是抖M吗 - 想被绑 - 打仗就当文官 - 诶 诸葛亮算不算文官呢 - 好喜欢诸葛亮 - 谢谢孝显的看哈米哦 - 谢谢小千的新知怪 - 巴巴今天怎么变成剑法了 - 不知道 - 他自己说他要当忌廷的啊 - 打仗想要当勇士 - 诶 我也是 - 我也想要当勇士诶 - 就是那种 - 但是不能像张飞那样有勇无谋的哦 - 就是有思考过 - 然后才出去的那种勇士 - 那种勇士 - 然后最后就算死掉了 - 也是壮烈牺牲 - 就是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 - 我就觉得这样子非常棒 - 张飞有谋吗 - 但我对张飞的印象还是有勇无谋的 - 就是很冲动的那种感觉 - 米娜勇士打滴滴 - 来来一个我打十个 - 我以一打十 - 谁游泳无谋 - 米娜不会游泳啊 - 以前哪有国陪啊 - 以前都是 - 但是以前的人打仗就是 - 会在历史留下 - 你不觉得这也很棒吗 - 小咖没有啊 - 就大咖有 - 米娜要冲第一个吗 - 米娜 - 米娜第二个好了 - 你们知道我从来都不喜欢当第一 - 考试也是啊 - 从来都不喜欢当第一 - 我当第二就够了 - 我不想要当第一 - 第一个要拍谁哦 - 有谁自愿当第一个吗 - 第一个小千去 - 啊完了完了 - 这国家没救了 - 直接输 - 哈啰黑格 - 诸葛亮算是文官 - 但我还是很喜欢诸葛亮 - 就是聪明他太聪明了 - 我的话就是不够聪明啊 - 不够聪明的话 - 只能凭我的鲁莽 - 我的勇气了 - 死掉就变历史的尘埃 - 什么麦奖想要摔一下 - 麦奖要摔一下 - 那我偷偷伸脚 - 那我偷偷伸脚 - 把麦奖扮倒 - 把麦奖扮倒 - 亮停伸不成用血 - 比键盘参战就好 - 键盘侠 - 小千出去为什么会输 - 啊气势就落掉一半了嘛 - 我想想谁出去会比较厉害 - 打头阵的 - 打头阵的人应该要怎么样 - 我想想 - 头阵 - 啊国处好像蛮适合的 - 他出去感觉气势就 - 搞不好敌心他要踏出来就吓到 - 谢谢富伟哥的签到 - 明天不要摔麦奖 - 希望明天麦奖不要再倒地了 - 你暂停好吗 - 不要这么容易倒了 - 因为有胡子适合思考 - 思考的时候要摸胡子 - 对不对 - 国术不错 - 你们有问过国术的意见吗 - 随便就推了人家第一个出去 - 胡子看起来就很厉害这样 - 嗯哼 - 卖奖的伶牙消失了 - 伶牙是什么啊 - 伶子哥是张飞那种类型 - 对啊 - 其实好像有出过 - 国术的很像张飞 - 狼哥出去敌人就直接投降 - 万一敌人是面面就输了 - 狼哥 - 狼哥 - 你叫母汤哦 - 狐须张 - 她是狐须记 - 狼哥 - 狼哥 - 罗利狼选择死亡 - 你不要再用那个可怜无辜的眼神了 - 嗯 - 啊 - 博叔自己也觉得自己像张飞 - 真的 - 她真的跟那个历史上的记载还蛮像的 - 还蛮像的 - 出去选择死亡 - 出去选择死亡 - 狼哥捡了一个嘟嘴面面的GIS - 那有捡米娜的吗 - 狼哥怎么时候会捡我都不知道 - 你有捡过米娜的吗 - 狼哥怎么时候会捡我都不知道 - 你有捡过米娜的吗 - 哈哈哈 - 泰勒夫伟哥 - 晚安 - 哦 国树的小帐是不是 - 狼哥有捡米娜的 - 好哦 - 这还差不多 - 阿智晚安 - 哈哈哈 - 国树愿意当第一个打头阵的吗 - 每一个是对头来的回顾 - 女生寒毛长不聪明吗 - 不知道欸 - 女生寒毛长的话算不算聪明 - 其实我的毛也蛮长的 - 啾啾君是诗语秘秘的 - 为什么是啾啾 - 你要去当挡箭牌吗 - 你是当 - 你是打头阵的 - 为了国家的存亡 - 第一个 - 因为小千 他說他想要打頭陣 可是我覺得他出去的話氣勢太多了 打頭陣的人通常要 本身要有足夠的氣勢跟氣場 才能夠鎮壓敵人 搞不好敵人看到你打頭陣就腳軟了 先嚇嚇他 謝謝博承的玫瑰 小千到底適合什麼工作 電台吧 但古時候沒有人在聽電台 眉毛粗很聰明 那Mina聰明嗎 Mina的眉毛還蠻粗的 真真晚安 你上場的時候邦尼跟小迪說你愛他 可是國書是羽喵的僕人 不跟羽喵告白一下嗎 哈囉本環 來 改車的助手 改車的助手 是歐手的意思嗎 那跟古時候打雜的有什麼兩樣 就是那種 太監嗎 就是會跟在太后的轎子旁邊的那種 台轎子 然後如果轎子出了問題 馬車嗎 馬車出了問題 下來看一下 雨喵也說一下 波樂也說一下 七七也說一下 Mina不說一下嗎 太監不太對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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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頭透 謝謝本環送往粉底 告白不完 對啊 那這樣子不能太多數打頭陣 他上去 第一個上去之前 然後就先告白一下 跟七七告白 跟麵麵告白 跟波樂告白 跟小弟告白 跟雨喵告白 跟雨喵告白 然後告白完敵人 都已經 太不殺 不耐煩 告白完了沒啊 掛念太多了 對啊 然後最後 最後被敵方 砍 砍 對 砍到倒地之後 然後嘴巴還在 我 我還要 我還要 跟 阿貝這樣告白 還有斯亞 告白 然後 最後一口氣 哈哈 敵人都滿出來了 哈哈 敵人會被感動到嗎 敵人表示 加推加推 哈哈 那敵人是你們吧 不要自己等打自己人 被加推了 哈哈 有殺我可以 請讓我一邊告白 謝謝老張的糖果 會有 國術不是全團都推嗎 國術中場 哈哈 為什麼有面面 大家都喜歡推面面阿 大家都喜歡推面面阿 大家都喜歡推面面 國術 國術是喊喊喊喊 國術打頭陣感覺不太妙 糟糕 打頭陣的人選 重缺 還在尋找中 小說晚安 現在開始造謠 國術表面全團推 事實上是勢推 你怎麼知道 喔 國術還有柏林 不好意思剛才沒有念到柏林 所以爸爸去當祭品 然後就能阻止一場戰爭嗎 每一軍都有國術 到哪都有國術 殺了一個國術 還有千千萬萬個國術 殺不完阿 學習敲老師 爸爸會修羅場 爸爸每天都在修羅場 麵麵跟栗子舞台魅力很厲害 好米娜會加油的 五分針織樹 為什麼是國術的樹 因為殺了一個國術 還有千千萬萬個國術 現在滴滴在台灣是叫國術嗎 喔不是 滴滴在台灣的話是叫小千 國術也有推瑞婷 國術全團都推 也有推米娜 我在加腮紅 看起來比較有氣色 差一點點 現在可愛在台灣是叫米娜嗎 沒錯 哈嘍 一眼認定的人也需要捉摸 之後來遇到太黑無上的可憐 哈嘍KIDING晚安 你以為滴滴的代名詞是綜合喵喵 綜合喵喵是滴滴沒有錯 但是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取代那個施主 看不太出來腮紅 蛤還是我上的不夠多 我處理在寂寞中拼命我 把所有遺憾就哼都哭成歌 那你暗紅淚土隨時光滑落 站在雲台的光滑就全都為我 一點點 抹上去的時候有 可是推開之後就看不是很遠 好像有了 有了啦好像有了 淡淡的 謝謝珍珍送我糖果 我的這 就算衣服很像高中身 不是國中身就好 薄長袖秋天穿的 謝謝珍紅的L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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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高中身嗎這一層 這其實是姊姊的 謝謝浩浩的KISS舅舅 你看其實我秋天沒什麼 沒有什麼薄長袖 對 髮型也像高中身 你不如說我長得像高中身 好了 哈囉 中立小五 晚安 姐姐有長袖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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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天氣還是要穿的啦 什麼時候要拿奶奶的衣服出來穿穿 什麼叫穿穿 Mina五歲怎麼會是高中身 五歲長得像高中身 那我也是蠻早熟的嘛 怎麼可能沒長袖 因為姊姊都穿的很少啊 可是他 他這個寶長袖 他可能也 冬天的時候才穿吧 他秋天可能還是穿短袖 謝謝柳橙的玫瑰 哈囉BO 是BO嗎 好 過晚安囉 姐姐不會嫌熱嗎 冬天吧 冬天穿這個還嫌熱 那也是 我也沒話說了 長袖的其實是大漏背 沒有啦 這件沒有漏背 姐姐冬天也會裸睡嗎 冬天 好像也是會 他睡一睡就會覺得很熱 有高中身的感覺 有高中身的感覺 我怎麼穿怎麼都會被說像高中身 這件有點香嗎 文文 冬天有開暖氣嗎 很少開 但是真的很冷的時候會開 大概 大概12度以下吧 或是10度以下就會 10度以下會開暖氣 我記得有一年冬天台灣好冷好冷 那時候好像才4度 然後我就 我就 我一個人在家 我就握在暖爐旁邊 好冷好冷 然後彈 彈bass這樣 因為已經冷到琴弦都凍了 然後手也很凍 然後就 吹個暖氣彈琴這樣 下雪那年好像是喔 有一年好像也 對 我忘記了 我記得有一年台灣好冷 下雪 又下雪的這樣 因為台灣 呃全球暖化的關係 好像好久沒有下雪 但是有一年 真的很冷 有到4度 2015 哇你們年份記的那麼清楚 lowly晚安 之前連桃園都在下雪那是嗎 應該是喔 那時候我在台灣 你那天還特地跑去陽明山看雪 太冷了吧 我這不行 而且我 欸我沒有看過雪耶 那年連新竹都下雪 我沒有看到雪 台北沒有下吧 那而且我 我還蠻想要看雪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像 北海道啊 還是 就是在冷一點的國家的話 可能要穿 要買那種 雪衣吧 然後雪 雪靴那一種 這比較飽暖 蘿莉狼也沒有看過雪 好想要看雪 然後堆雪人 感覺好好玩 雪好吃嗎 雪應該沒有味道吧 誰吃過雪啊 台北是下冰 冰雹嗎 謝謝Tomo的粉筆 那時候人在日本打工住家 不過日本的冬天 應該會下雪吧 喜歡冬天因為沒有蟑螂 真的嗎 冬天不會有蟑螂嗎 好像是耶 好像有聽說 日本北海道沒有蟑螂對不對 因為太冷了 太好了 前陣子夏天一堆蟑螂出現 我剛剛崩潰 我超討厭蟑螂的 終於 天氣變涼 就不太會有蟑螂 太棒了 我喜歡秋天 就是涼爽的天氣 喔 唸線喔 冰線 冰線 冰線風 秋天很舒服啊 對天氣冷 蟑螂不喜歡太冷的地條 所以 所以你是蟑螂嗎 但是姐姐不怕冷啊 我好羨慕 謝謝阿緹來的 道白氣球 哈囉 艾斯 艾斯晚安 冰線風 好吃 Mina最愛什麼季節 Mina最愛秋天啊 Mina最愛阿騎喔 阿騎大愛 因為秋天很舒服的天氣 就是 涼涼的 謝謝夏爾的新之冠 我很喜歡秋天 就是很舒服 而且秋天會有 就是那種微風輕浮 然後是很舒服的風 然後是很舒服的風 不像夏天你吹到風是熱風 然後冬天的話又太冷 那種寒風刺服也很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秋天是最剛好的季節 突然告白 沒有阿 真的就喜歡阿騎阿 喜歡秋天 六點起床看到外面整片雪吧 還要上班 在日本的時候嗎 一定感覺不了秋天 但我覺得今年算是比較有秋天的感覺 比起之前 好像前幾年的話都是沒有什麼秋天的 就是 夏天結束馬上就接冬天 就是沒有 就是一直熱 熱到12月左右 然後才變冷 然後突然冷就是很冬天的感覺 就是沒有秋天 可是今年的話 真的中秋過後有秋天的感覺 就是涼涼的天氣 對 突然就喜歡蜜拿筆 那你有沒有突然泡吧 去年很暖冬 對啊 今年的話感覺好像比較正常 我也不喜歡冷 因為我是夏天出生的 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就是夏天出生的人會比較不怕熱 會比較 就是比較能接受的 因為我是夏天出生的 所以我真的 熱可以但我冷不行 那姊姊的話是算是 對 她是秋天出生 所以她很怕熱 但是她比較不怕熱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這種事嗎 巴巴是冬天出生 但是很耐熱 真的喔 所以不一定 冬天出生喜歡冬天 這正常 冬天出生 怕冷不怕熱 所以還是要看冷囉 去年開始突然很喜歡春天 但我對春天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台灣的春天還是沒有 其實我覺得春天是最短的 就是你會在過年的時候就是冬天 然後突然就很熱了 所以其實春天是沒有什麼感覺 春天跟秋天我都蠻喜歡的 但是春天太短了 我更喜歡秋天的微涼 怎麼講 春天是冬天變熱 可是秋天是熱變涼 所以熱變涼 所以熱變涼是感覺更舒適的 去年春天真是我的季節 蛤真的嗎 去年的春天 冬天很好睡 冬天很好睡 冬天的時候早發的 可可不想要起床 太好睡了 冬天的空氣會比較不好 有這種事情嗎 春天會有戀愛的感覺 有Mina的每一天都給你戀愛的感覺 有 春天的是Mina 真的嗎 怎麼大家是春天 啊是因為去年出第一張EP的時間嗎 春天會有戀愛的感覺 有 啊一張的握手會是嗎 夏天開冷氣 但我不覺得夏天開冷氣很好睡 我覺得秋天是最好睡的 最舒服的天氣 因為 吹冷氣的話 我沒有很喜歡吹冷氣 而且 吹冷氣的話皮膚很乾 而且它不是天然 夏天是戀愛的感覺嗎 夏天是很熱情的感覺 海邊很清涼 夏天的海邊明明就很熱 就會會曬傷的那種 很清涼的 也是看到比基尼辣妹 才覺得他們穿得很清涼吧 很熱好不好 夏天去海邊會曬傷 謝謝 謝謝歡迎當時的掌聲鼓勵你 冬天會比較浪漫嗎 燭光晚餐 燭光晚餐 燭光晚餐很浪漫 夏天不能燭光晚餐嗎 會不會女友說太熱嗎 看到比基尼會熱 噴鼻血是不是 擦一下 明天會有戀愛的感覺嗎 握手會 握手會來找咪娜 給你戀愛的感覺 希望啦 我會努力 到現在冷氣都還沒開 真的假的 阿提拉這麼省電喔 即便夏天也都沒有開冷氣嗎 一單是去年的冬天 去年的冬天過完了就是春天啊 也就是今年的差不多二三月份吧 官方網站站放萬丈光芒 阿差一個字 這次握手會又在小芹隔壁嗎 欸我跟小芹是同一部嗎 有點忘記了 高雄也有點秋意了 真的 因為我以為中南部會冷的比較慢 握手會可以模仿Mina的聲音嗎 來啊來模仿你模仿的出來的話 欸男生很難模仿女生的聲音嗎 如果可以的話 你真的可以 參加 就是可以上節目 模仿單元 對今天風很大欸 很像台風欸 然後又一直下雨 我跟小芹兩部都是一起 那中文廟你看清楚好不好 不要再走錯了 好 我不去同步 北朝一朝到 巴巴差點被風吹走 巴巴 你有這麼瘦弱嗎 你這樣還想要去打仗 一點點風就把你吹走了 為了北極熊 你都開冷氣邀請北極熊 羅莉蘭不可以這樣 而且我自己覺得 港澳的冷氣都開得很冷欸 因為我之前室友也是 他們開冷氣都開19度欸 我覺得19度超冷的欸 因為我一般在家 我都開26度左右 然後他們開19度 我就覺得超級無敵冷的 上楊皮山也覺得快被窮 楊皮山的話正常 因為楊皮山山上嘛 就是遮蔽物比較少 那風會更大 外面電影院之類也很冷 我覺得台灣的電影院 其實冷氣開得不算 就還好正常 19度是現在該有的嗎 現在應該差不多19度吧 最近冷到有水滴到你頭上 你說天花板已經結冰是不是 然後再滴下來 南部現在23度 應該算是蠻舒服的天氣吧 冷一點吧 米娜變冰凍暑 為什麼要把我冰冰凍暑 米娜家在山上應該19度差不多 我也覺得好冷喔 天花板在漏水 謝謝Ban送我糖果 26、27是最剛好的 而且畢竟開冷氣 真的對北極兄弟太好 謝謝昆山追蹤 以前爸爸媽媽都開28度 所以我覺得28度有點熱 28度的冷氣跟沒有吹差不多 冰凍暑 冰凍暑感覺好吃 這麼冷了還吃冰 這麼冷還吃冰 這麼冷還吃冰 太冷了啦 謝謝冷好的糖果 什麼剛剛騎車會飄移耶 太可怕了吧 謝謝志偉哥的打空 對啊我覺得28度和吹電風扇就好啦 冬天吃冰最舒服 要看冷 但我冬天我就 我不會想吃冰 因為我太怕冷了 冬天要吃霜淇淋 我是很喜歡霜淇淋 沒錯 但是我冬天我就 但我很怕冷 喔 而且我不喜歡冬天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的臉 臉肉肉的嘛 所以如果冬天的話 穿得很多 會看起來很胖 剛剛騎車巷在飛 真的喔 那人好有沒有比平常 快一倍速度到家 因為你直接 你直接飛到家裡 比平常還要快 冬天吃羊肉爐超讚 我已經期待冬天 欸不行我們才剛過中秋節 這不是冬至的時候都會吃羊肉爐禁骨嗎 欸冬至會吃羊肉爐嗎 什麼時候吃羊肉爐啊 我知道冬至會吃湯圓啦 但羊肉爐也是冬至吃的嗎 才剛過中秋就已經在想冬至了 冬天臉紅紅的都不用畫腮紅 冬天 特別是就是進去 就是在外面很冷 然後進到室內比較溫暖的時候 就是那個冷熱的落差 對我臉就會超級紅了 天冷想吃就吃也是啦 其實現在過了中秋節還是可以吃有一樣的 只是怎麼講 像烤肉也是想吃就可以吃啊 可是中秋節吃就是特別有那種過年過節的感覺 比較不一樣 好久沒吃喔 薑母鴨好吃 好久沒吃喔 巴巴不吃羊所以都是薑母鴨 巴巴不吃羊 是不是覺得羊有那個羊燒味不喜歡 千年來商人的陰謀 對就是為了賺錢 米娜的冬裝才有耳朵 對耶 夏天的衣服就沒有耳朵 常熟火鍋全餐 不要不要吃我 怕跟地板聊天所以慢慢騎 慢慢騎是對的 中和喵喵明天要烤肉 可是明天 明天還下雨耶 下雨怎麼烤肉 還是去店裡 你們是mini concert結束之後要一起吃烤肉嗎 蘿莉狼居然屬羊 蘿莉狼居然屬羊 等一下 大野狼不是會吃小綿羊嗎 不知道 所以蘿莉狼原本是羊 可是大野狼把羊吃掉 所以你現在變成蘿莉狼 所以你原本是蘿莉羊是嗎 感覺突然知道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原來是你把羊羊吃掉了 假扮成狼的羊 對啊 披著羊皮的狼 他是披著狼皮的羊 其實是羊 Mina冬天會嘴唇破皮嗎 冬天比較乾的話當然會啊 可是要 所以冬天要擦腹唇膏 男生也要擦吧 不然嘴唇都乾乾的 魔力羊 你跟狼哥還有白熊都數羊 欸真的假的 所以等一下喔 爸爸跟狼哥跟白熊 所以你們都同年喔 你們都同一年喔 真的還假的 所以羊都特別喜歡老鼠喔 我真的數老鼠啊 羊喜歡老鼠喔 我媽媽也是數羊的 可是他應該大你們一輪啦 兩輪 兩輪 數羊的都是杯蓋 哈囉花生糖 Jerry晚安 冬天要抹十幾條才能平安度過 什麼抹什麼東西 留長髮就是為了冬天過冬 對小千那頭髮繼續留欸 冬天長髮真的蠻保暖的 如果剪短的話就會覺得脖子後面涼涼 就還要多買圍巾 鼠龍也喜歡老鼠 大家都喜歡老鼠 抹十幾條護唇膏 真的假的太誇張了吧 為什麼可以抹這麼多啊 你是塗很厚一層啊 護唇膏我一條 我可以用 兩年吧 我一條可以用兩年 兩年多 謝謝夏兒的愛的抱抱 老鼠 小小更不清楚 這樣嘴唇不會長痘痘嗎 嘴唇不會長痘痘啦 可是一個冬天要用十三條 真的蠻誇張的耶 太多了吧 兩年是沒在用嗎 不會啊 可是護唇到一個就可以用了很久耶 護唇到十幾條是用吃的 太乾了我要吃 嘴唇油油油的不舒服 其實 不習慣的問題吧 像防曬乳也是啊 但防曬乳 一個夏天大概也要用掉 兩罐左右 但我今年用比較少 我今年的話用一罐半的 因為以前 因為以前的話是 每天出門都會抹防曬 然後現在的話我就是 穿外套的話手就不抹 所以有稍微節省一下用量 小千都不擦防曬乳 這樣會曬黑的 為什麼男生都不塗防曬啊 你們是不是覺得 黑一點比較帥啊 女生擦了護唇膏 看起來會很好吃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唇蜜吧 那種看起來 嘴唇亮亮嘟嘟的 會看起來蠻好吃的 OK那看晚安 你們不怕黑 可是我怕黑 去海邊才擦 也是啊 去海邊不擦的話 這種會曬傷 會很痛啊 騎車會擦防曬 不過現在我看很多男生都會戴那種 就是刺青的那種袖套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可以防曬 現在騎車都沒在擦了 天天有需要擦防曬嗎 可是天天的手毛很多 感覺就不會曬傷 就是天藍 天藍的防曬 去八仙曬傷過 其他都是變好了 八仙我還沒去過 不是啊 不是啊 你看那個什麼台灣黑熊 他們也不用防曬 欸 不對啊 但是他搞不好 就是因為沒防曬 所以才變那麼黑的 平常袖套都是整個黑的 不過袖套聽說真的就最黑色的防曬效果越好 不是我聽 我上網查是說藍色 藍色的防曬效果是最不好的 不過黑色防曬效果雖然好 但也很邪惡 所以我的袖套是灰色 就是折衷 天天是台灣黑熊 不是 天天不要生氣嘛 北極熊肯定差很多 對北極熊應該 還是因為北極太陽比較少 握手會穿刺青袖套會不會進不去 應該是不會吧 就是台灣人對刺青的接受度還蠻高的 因為聽說日本的話 對刺青會覺得有比較不好的印象 天天不會天天脾氣很好 一定沒有生氣 你都穿整件防曬排汗的衣服在裡面 但是防曬排汗那種很貼身很不舒服 這樣大家看天天的視線都 那你穿長袖 天天明天穿長袖喔 天天很壞 沒有啊天天不壞 你們不可以再說天天很壞了 天天人超好的 天天沒有長袖喔 那你們不要一直盯著她的手毛 她會害羞欸 流汗吹到風會很涼 不知道我沒有這種感覺 她是很怕 天天的手毛很長 手毛長有好處喔 手毛長的話就不用塗防曬乳 她塗防曬乳還防曬到毛欸 防曬到毛 就不用塗防曬乳 就省了防曬乳的錢 覺得很棒 有配這個衣服嗎 好像沒有很配欸 這太LADY了 這太LADY了 下次穿LADY臉的衣服再戴好了 明天一日人在會場刮手毛粉喔 沒有啦 那是握手會的時候啦 天天沒有這麼貓咪嘛 天天沒有這麼貓咪嘛 所以還是不能防曬 手毛太長蚊子巾去會羽入 那天天很少被蚊子巾嗎 因為我好容易被蚊子巾喔 手毛一定很保暖的啦 哈囉 玉香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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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香常常曬毛太少了是不是 法師在哪看過 可能很多人都有 MINA可以留一下手毛 其實我手毛真的算蠻長的 因為我的毛癮女生來說 算蠻長的 會炸毛嗎 怎樣的狀況會炸毛 哈囉 建成 MINA的烈安檢是檢查有沒有除毛 手毛常會被手錶夾到 我現在已經不太戴手錶 我以前是每天都會戴手錶的人 就很注重時間 但是 就是有手機 智慧型手機以來 就沒有再戴手錶了 那手機就有時間可以看了 謝謝Ben的糖果 手錶夾到的有故事 好可怕喔 哈囉 小吃貨晚安 謝謝玉香的糖果 倉鼠就是要有毛 哈囉 真好晚安 向你晚安 抱炸頭戴手上 這樣子要怎麼做事情啊 手錶看不到只有腳錶 我也是腳錶比較長 其實 謝謝憨憨的LOVE YOU 不過手錶 手錶長的人腳錶也會長吧 不可能有一個人不長手錶 全部都長腳錶吧 這樣也很奇怪啊 謝謝米酒的Kiss豬豬 哈囉 哺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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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手錶比較方便 手機還要拿出來 是有多懶 手機拿出來就正從口袋 這包包這樣拋出來而已 不然你可以買那種 專門放手機的背包 米娜眼好可愛 米娜的眼睛可愛嗎 我以前有被同學說我的眼睛像毛 你們覺得像嗎 還是像倉鼠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的眼型是這樣子 好像真的有點像貓咪 米娜想要濃密的手毛嗎 我不想要濃密的手毛 我覺得男生手毛多還蠻man的 可是女生的話有一點 有一點奇怪 爸爸有戴手錶 但是還是會習慣看手機 所以 但是有些人手錶的話 就是 裝飾的用途 就是拿來當裝飾 就是蠻時尚的配片 你拿濃密手毛跟胸毛選 你都會選什麼 那我選胸毛好了 你說我嗎 我自己嗎 如果我自己的話我選胸毛 因為至少 至少只有自己看到吧 如果手毛的話 不是大家都會看到 決定明天來去植胸毛 不要啦 等一下我想一下 可是胸毛很少人在剃耶 手毛剃好像比較容易 還是我選手毛好了 我最想要什麼毛 我最想要 我想要睫毛 我想要很濃很長的睫毛 雖然我的睫毛已經算是蠻長的 就是跟一般人比起來 我的睫毛已經算比較長 可是如果可以 就是外國人他們的睫毛 都是很長很濃很翹的那一種 就是很 對 因為我的睫毛雖然很長 但是它是 它是垂垂的 要夾翹才可以 所以 很羨慕外國人的那種 捲翹濃密的睫毛 奶奶聽到毛在嗨什麼啊 楊娃娃的感覺 楊娃娃的感覺 這樣很可愛 綠安 晚安 睫毛會倒叉嗎 會 你會嗎 我是不太會啦 米娜的睫毛很長 但沒有很多嗎 嗯 算不算多 其實算多啦 可是 其實算多了 以一般女生來說算多 長睫毛會不會掉睫毛喔 我覺得這是還好 不要太用力就好 米娜有刷睫毛膏嗎 今天沒有刷 所以 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上一次直播的時候 就是 因為 上次要出去吃飯 然後他有好好化妝 所以 對上次的睫毛是 可以看得到 根根分明很翹的 因為 因為今天沒有出門啊 所以 所以 沒有睫毛膏 所以看比較不明顯 直播看比較不明顯 對等等 米娜直播完就要卸妝 就要準備明天的mini console了 意思是今天宅整天 但對阿 今天宅一整天 而且 今天下雨天 出門也不 也很麻煩 不喜歡下雨天 不出門 就是為了直播才化妝的啊 明天要很早吃嗎 中午以前會到 謝謝阿華的氣勢豬豬 今天又是快速化妝嗎 對啊 剛剛 直播前半個小時 開始化了 是 簡單的 沒有化底妝 所以剛剛才在補篩 哈囉 湯麵 湯麵晚安 希望明天好天氣 但是好像 看氣象說星期天才會好天氣 30分不是好久 但是我是30分的時候開始化妝 然後化好我還要做直播的準備啊 休晚安 米娜有戴過牙套嗎 我沒有戴過牙套耶 因為 因為 從小時候 就是 牙齒要換牙的時候 爸爸媽媽媽就會叫我 就是 要趕快 不可以脫 不然以後牙齒長歪會很衝 他說 我們家沒有這個錢 讓我戴牙套 所以 叫我一定要 牙齒一定要整齊 對 但是我牙齒沒有很整齊啊 就是 上排算是整齊 但是我下排牙齒 沒有很整齊 就是太急了 太密 常常啃瓜子 但我啃瓜子不是用門牙 我啃瓜子習慣用後密 哈囉 山少晚安 TTP裡面誰化妝最快啊 不知道耶 不知道誰化妝比較快 我自己是化妝蠻快的啦 可是如果 因為通常到會場之後 我們會有很多補妝的時間 弄妝髮的時間 那我只要 我有時間的話就會 大家都試啊 只要有時間 就會一直補妝 然後補到那個時間結束 就會無限的補妝 所以其實也不清楚 大家化妝的速度怎麼樣 我只知道品牌化妝很慢 你拿10分鐘就化好了 對啊 超級無敵快 哈囉 是館長 拜拜 晚安 小朋友也會嗎 你說化妝的速度嗎 品行應該要兩個小時吧 你看化妝蠻久的 Mina真的會啃瓜子嗎 會啊 可是最近比較少了 因為姊姊去韓國買了很多很多的堅果 韓國的堅果回來 各種口味的 所以就是 每天有吃到一定的堅果量 我就不會再吃葵瓜子 但我個人還是蠻喜歡葵瓜子 大家只知道吃便當最快的是誰 摸摸嗎 北極星晚安囉 哈囉 雪花飄晚安 玄米卷晚安 Mina上廁所很快 換衣服也很快 不過上次結束之後 有開討論會 有說到成員們換裝的速度太慢 這件事情 所以有叫大家 大家就是 這次要快一點 所以明天的話 明天的話 明天的話 因為上次我是第一個出來的 我是換最快的 那明天的話 就看一下大家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改進 有沒有加快換衣速度 對 讓你們uncle可以不用喊那麼辛苦 對 明天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換衣服最快的寶座 會不會被搶走 喔希望我可以衛冕成功 哈囉姑姑 喊uncle喊太久 對啊怕你們很累 你們第二天都沒聲音了 新夢攤販 晚安 你瘋了嗎晚安 堅果有辣炒雞口味嗎 有啊有啊 那個口味超好吃的 很辣很辣 會洗蛋豆爪嗎 其實可以 可是蛋豆爪其實我自己洗完 覺得沒有洗得很乾淨 因為洗蛋豆爪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 就是頭髮稍微洗一下 然後身體的話我就是 隨便磨幾下 我就沒有洗得很乾淨 謝謝米蜂的媽送我糖果 哈囉老鼠 炒菜家晚安 哈囉3061 不會啃瓜子就不是人類 太嚴重了吧 哈囉李修 李修晚安 老鼠晚安喔 哇這名字怎麼唸 老熊老虎 老熊老虎晚安 隨便磨幾下是髒髒 其實 其實我昨天沒有洗頭 因為我知道今天不會出門 所以都在家裡我就不洗頭髮 男生會覺得女生沒有每天洗頭很髒嗎 夏天的話不行啦 但是因為現在天氣比較涼 所以就 所以才可以這樣 你們覺得還好 對啊 但我昨天洗澡就很快啊 因為只有洗身體了 就真的是戰鬥著 反正都是香了 偶像怎麼樣都是香了 不能接受一天沒洗頭 但男生洗頭髮很快吧 就是 長頭髮比較麻煩 你有聞到怪怪怪的 亂講 亂講 亂講你聞是香的 沒洗頭很難睡 有一點 如果夏天的話沒有洗頭會很不舒服 可是現在天氣涼到還好 不過我昨天睡覺的時候很不舒服 因為我昨天 就是可能 開始變天我就會很過敏 然後我晚上睡覺前就 一直狂打噴嚏 然後鼻子塞住 鼻子就一直鼻塞的狀況 很難護膝啊 就是用嘴巴呼吸 所以很難很難才入眠 超不舒服的 女生夏天洗頭吹完頭髮又滿身大汗 是沒有錯 真的 所以夏天常常一天都要洗兩次澡 謝謝阿提拉的糖果 每天洗頭都會頭髮不好 對啊 我也是這麼覺得 所以有時候不 就是第二天沒有要出門的話 就不會 不會去洗 長髮都是堅持每天洗 要看每個人的習慣 不過我也是習慣每天洗的 因為我一天不洗會很久 謝謝夏爾的新吃飯 謝謝博山的 Love you 要吹多久 其實我吹頭髮的時間 都比我洗頭髮還久 不過我洗頭髮 我整個洗完整 差不多是十分鐘 可是我吹頭就要十五分鐘 因為頭髮一定要吹乾 不然會偏頭痛 會偏頭痛 長頭髮吹頭髮會很麻煩 但也還好啦 就是 邊吹 邊吹頭會邊唱歌 就是 enjoy在自己的世界裡面這樣 他覺得外面拼超大聲的 起少比你們還快 真的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可是我真的有洗乾淨啦 洗完澡就是鯊魚夾夾的 巴巴的頭髮現在用鯊魚夾夾嗎 那麼短 洗澡也會唱歌 但我不會拿蓮蓬頭唱歌啦 等下喝到水 溺水 潘性在我們那多嗎 呃不多 其實很少耶 像我們團裡面現在也只有我一個人性潘 然後 在我以前讀書的時候同班的人裡面都沒有跟我一樣性潘的 對 性潘的好像蠻少的 我們明早幾點上工 很早很早 天還沒亮 沒有啦 沒有啦 平常沒在吹頭髮 不行啦 平常不吹頭髮 不好耶 而且吹頭髮的話 頭髮會比較 就是頭髮會比較爬 如果你不吹的話會很爬 所以要吹喔 謝謝鄭浩的糖果 謝謝嘉鴻的粉餅 謝謝嘉鴻的粉餅 今天可以啊 等紅包發完嘛 謝謝叮噹鼠的起司啾啾喔 在學校書的時候聽到有人一邊洗澡一邊唱歌 唱到樓下都聽得到 哇那他肺活量很好耶 他應該可以去參加歌唱舞比賽 肺活量這麼好 謝謝小倩倩追蹤 Mina有留過短髮嗎 有啊 我每次到夏天的時候都會很想要剪短 可是因為現在 不能自己隨便變換髮型 所以就沒有剪 其實我自己蠻喜歡自己短頭髮的 就是夏天都剪短 然後到冬天當好流長 就可以當圍巾這樣 所以我冬天很少圍圍巾 因為我有天然的長髮圍巾 哈囉貝莉晚安 夏天都有冷氣 但是平常在家沒有冷氣的時候 因為一個人在家吹冷氣覺得好奢侈喔 而且我還蠻長時間在家裡 所以 都會很想要剪短 而且洗頭髮也比較快 而且每次吹完頭髮 吹頭都吹到滿身大汗 就是覺得好想要剪短 你弟喜歡邊洗澡邊beatbox 欸你鼻鼻很厲害欸 是好聽的嗎 這個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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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這個大 這個大這個大 邊洗澡邊beatbox 這很有beat的感覺 一邊沖在那邊 這樣 感覺很癢很好玩 短頭髮很省洗髮精 喔對啊 沒有省髮精自己短頭髮喔 對省 就是各方面都省 也省時間 然後省水 省洗髮精 因為我現在長頭髮的量 我一次 就是洗髮精我要擠兩次 我要擠兩次 所以其實還用的蠻浪費的 我覺得短頭髮他只要一次而已 謝謝可愛嘎追蹤喔 他學四年了 真的喔 好少看到有人 現在會beatbox的感覺 哈囉幾集 萬週晚安 布蘭妮晚安 小千擠一次而已 但我的頭髮是不是就是很 很茂密的那種 我頭髮蠻多的 半次就夠 是平頭嗎 其實那種平頭的話 好像有 不一定要用到洗髮精 就是有那種 當兵的那種 肥皂 一塊肥皂 可以從頭洗到尾 沒有 沒有是愛丁達呢 或是什麼 就是那種從頭洗到尾 還可以當洗臉的酒 所以當兵就是用那一種 然後就是 所以可以洗得很快 小千的在鎖骨下方 這裡嗎 其實這樣差蠻多的耶 這樣大概有差到十公尊 額頭高會有頭髮少的錯覺 你說例如我現在有瀏海嗎 但是其實 我是瀏海比較少 我喜歡瀏海少一點 因為其實 臉圓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這種 妹妹頭啦 對 就是要的話 就是空氣感重一點的話 就會感覺比較差 因為不然的話 我以前 以前都一直是 側婚的 你剛剛才聽綠色 喔對我等一下 可以唱一下這首歌 最近很喜歡 Mina很適合這個髮型 可能你們也太習慣了 肥皂不適合當兵用 為什麼 剛入舞的時候 用肥皂洗全身 但是那一種就是 好像就是 本來就是設計可以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一般用那種 就是專門洗身體的 或者你要洗手的去洗頭好了 搞不好它的潔淨程度 會有太強或太弱的問題 或是洗臉太刺激也不好 不過大概幾點 我今天會播到十點半喔 公視有規定不能剪頭髮嗎 也不是說不能剪 但是只能小修 還是要維持公視照的髮型 懶得護髮 說真的我也蠻久沒有護髮 因為我很不喜歡用那個 就是護髮 然後洗完之後身上都是滑滑的 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其實要護髮啦 因為工作官是常常要 藍髮燙髮的 所以 蠻傷髮的 可是我自己懶惰 很久才護髮的 蛤 什麼是減肥皂 什麼意思啊 我不知道 我沒有當過兵耶 謝謝米酒的客人 護髮還要等 對啊 就是每次在等護髮的時候 就很想要先洗身體 然後就洗完身體 沖護髮的時候 身體又變得滑滑的 就覺得很討厭 小朋友不要知道好 但那好不要跟我講 護髮之後頭髮都滑滑 不知道有沒有洗乾淨 只能多洗一次 香港人都知道 田中是奇怪的香港人 問姊姊應該知道 我也覺得她應該知道 但我不想知道 不想學話 哈囉月餅晚安 風很大 窗戶感覺要被噴掉 這邊 我家這邊目前是還好 不過雨是蠻大的 你們不是說小朋友 不要知道比較好嗎 幹嘛還叫我去Google啊 大概晚安喔 對我不想要知道 這世界太複雜 有些事情可以 可以選擇不要知道的話 還是不要知道比較好 當兵洗澡會被捶 戰鬥澡 哈囉無名男友 謝謝榮燕追蹤 你們很母湯 你們很母湯 我在找我的另一隻手機 奇怪就到哪裡了 找到了 姐姐是老司機 今天要唱什麼 我想要唱 妳的酒館對我打了羊 也是陳雪寧的歌 那這首歌的話 是因為最近 最近我是看到歌唱比賽 有選手唱了這首歌 那好像在網路上還引起蠻大的紛爭 就是說 怎麼在歌唱比賽 選唱了 是導師指定唱 選手唱那一首歌 就是 欸是一首網路歌曲 然後就好像蠻 就是 有正反兩派吧 就是有人覺得 怎麼選唱網路歌曲 這樣 明明線上有那麼多一流歌手 怎麼選了網路歌曲 但是 另一派就覺得網路歌曲 也沒有什麼不好這樣 那對我來說嗎 我覺得 音樂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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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做出來的 是好音樂 好聽 順耳的 就可以 對阿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是看到了那個 那一則 算是報導嗎 然後 對 就是 在Youtube上面看到 那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蠻好聽的 那 因為之前也唱過陳雪寧的《慕社》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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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這首歌也很好聽 等一下可以來唱一下 對啊 音樂本來就是 開心 放鬆用的 阿福一開始也是網路歌曲出來 但他現在也 就是 事業愛情兩個音 你以為綠色是我自己做曲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曲風嗎 好像還沒有給你們聽過我的創作對不對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以前寫的現在不想給你們聽 因為今天 以前寫的很爛 太小品的歌不適合比賽炫技嗎 但那首歌 我覺得不一定呀 就誰說比賽一定要唱那種 很磅礡的歌對吧 想聽Mina的創作 不行 你們不要期待太高 期待太高 失望越高 而且我 我做音樂的話 我 大部分都是靠感覺的 我樂理沒有懂得太多 所以我也 Mina也自己寫詞嗎 對啊 之前看 之前很喜歡嘻哈的時候 還自己寫了rap的詞 但就覺得 好別扭喔 後來還是沒有 沒有唱 就是沒有錄製下來 Mina唱什麼歌都喜歡 欸 甜芭芭今天吃了糖果 喜嫂唱一唱就可以出歌了 那真的要很有天分的人 所以我覺得詞是蠻 詞是蠻困難的 詞跟曲要達到完美的融合 是很不容易的 謝謝阿妮的掌聲鼓勵喔 寫詞會覺得很羞恥 以前會呀 不過現在的話 如果不是寫愛情的話 倒還好 我覺得 寫愛情的話就是 會覺得有點害羞 謝謝Mina的麥克風 爸爸明天盡量不跌倒 要小心喔 Mina創作歌曲 握手會可以要BASS TAP嗎 等一下我創作歌曲 不會到握手會前就出來 今天在遊覽車上聽到小滴滴滴 有人唱嗎很嗨欸 秋元康老師的詞都很少女 對啊所以真的很厲害 謝謝Akira的應援棒 Mina握手會可以合唱嗎 真的假的 麥克風願意跟我合唱 那是無比的榮幸啊 沒有聽過麥克風唱歌 增加姿勢是為了更好創作 是沒錯 然後還要更關心一些時事 因為也許一些時事 可以當作創作的靈感跟背景也說不定 握手會可以啊 握手會你們要跟我聊什麼都可以 我的話題的Range很寬的 小精靈晚安 我點歌 爸爸可以點 爸爸 不怕你唱什麼 我都可以 我人體 人體點不過肌壓 什麼歌都可以唱 小千要唱歌 我合唱你的行李嗎 你又不唱 謝謝悠悠送我糖果 哈囉無聊浪人晚安 講那些主要可以不照 幫我編曲 好喔 那要等我的創作出來 一句歌齁 對就是我 為什麼會不能讓成員表演 真的喔 就是唱歌都不行啊 小千沒有跟我合唱 她明明就是放緣曲 跟我合唱是早餐玩 新的規定是不是 對那只能看你們表演了 Mina創作是電影舞曲啊 沒有 其實我以前最早期的創作是比較搖滾的那一種 但是 後來發現自己比較適合小清新的歌 那也是 就是看了大家的很多feedback建議之後 發現自己好像真的比較適合唱小清新的歌 所以我的創作可能近期吧 也會比較偏小清新的曲風 不能讓成員表演 但可以表演給成員看 對啊 Mina 期待你們的表演 Mina會去做DJ刷碟手嗎 你說那種DJ嗎 電影那種 那個好難喔 但我覺得很帥 我有朋友現在是在當DJ的 我覺得很酷耶 Mina也適合唱英文歌 Mina 語言的話我覺得倒還好 沒有什麼限制 Mina 音樂無鍋劍嘛 好聽的音樂我都能唱 握手會是粉絲成果發表會嗎 那 大家要想好幾秒 有限時很緊張耶 到時候還沒表演 然後就被拉走 不是很 很沾耶 Mina 有人握手會要跳新變形 是誰 是羊熊嗎 前座還沒完就被推走 還要自帶音樂 為什麼會對我唱喉腔 小清你會喉腔嗎 你會的話我是不建議喔 粉絲的迷你桶 大家來聊天啦 也不用那麼拘謹好不好 要為了迷你桶 不是 不是迷你桶 為了握手會還要精心準備表演 哈囉 Lisa晚安 想拼拼唱死槍 死槍太難了啦 把握握手會時間跟偶像說話 對嘛 帶貝斯進去可以帶嗎 應該不行吧 貝斯太大了 要唱歌的直接包補 我們還是好好聊天啦 如果 花錢然後結果表演一下子就走了 都沒有講到話不是很可惜嗎 對不對 我也想跟你們多互動好不好 28分了 我要來唱一下 我要來唱一下 油管 來 想聽Mina唱花地屬聖誕歌 是真的軍功標的那一種嗎 包補都可以開中演 大家來跟我聊天啦 好啦 我來唱一下歌 我倒一下喔 他突然就開始了 他突然就開始了 你出現 就沉醉了時間 沒用就 我想個荒誕的可憐人 可是你 卻不曾是聲量 波子 你的酒骨 對我打了陽 子彈在我心頭上 拉扛 請告訴我 請後怎麼扛 便提零上 還笑著原諒 你的酒骨 對我打了羊 承諾是小孩子說的謊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你不管痛癢 忘記第二段了,你一定不一樣 謝謝憨憨的螢光棒 該唱錯偷笑 謝謝果豆酒還有螢光棒 還有憨憨的告白氣球 謝謝忠澤還有陸屏的螢光棒 謝謝安妮 我請你陪我感動歡喜 為了你殺光我時間的元素了 可是你卻不曾施捨而諒 迷了車款對我打了羊 子彈在我心頭上了疼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遍體鱗傷 還笑著眼亮 你的腳本被我打了羊 承諾是小孩子說的謊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你不管痛癢 你喜歡這最後這一段 你喜歡這最後這一段 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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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沒能轉進你的心想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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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誰能再把自己點亮 你的手環對我打了羊 子彈在我心頭上了藏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你不管痛癢 遍體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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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笑著原諒 你的手環被我打了羊 承諾是小孩子說的謊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你不管痛癢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看 你不管痛癢 綠色我有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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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夏爾的業障眾 Mina的酒館什麼時候開 Mina的酒館隨時為你們打開 雖然我不喝酒 這首歌沒辦法跟我合唱 可以啊你們可以幫我合音 謝謝叮噹鼠的Kiss珠珠 還有謝謝啤酒的掌聲鼓勵 謝謝博程 謝謝珠還有本丸 揍笑成音 有分別的響鐘 揍舞 有分別的響鐘 陳雪妮的聲音有點常常 其實她也才18歲耶 很喜歡她的聲音 謝謝玉香美觀吧 謝謝憨憨送我新知識 每次都把天聊死 那就 感謝悲香美觀吧 我會來救你不要怕 謝謝田中的掌聲鼓勵 包布想要帶椅子去泡茶 可以嗎? 我怎麼會可以帶椅子嗎? 愛你 你說誰的愛你 我好像兩個愛你都有唱過 麗莎晚安 冰火是真的有這首歌嗎? 先給Mina聽爸爸聲音 你不是還是我怎麼會來給我驚喜啊 可以下棋嗎? 是有這麼多時間嗎? 一張卷有那麼多時間嗎? 現在才知道這首也是陳雪妮的 今天一直都是放陳雪妮的歌 她聲音很舒服 在宣傳一下明天是 明天是Mini Concert 然後Mina會換Catch Place 也沒有換啦 只是Doremi是第三次的時候要喊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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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a 這樣子 然後希望用音樂帶給大家 滿滿更能量 Mina醬 這樣子 謝謝艾斯的粉筆喔 雪妮好夢幻的名字 不懂是本名還是藝名 我覺得是名字好詩情話的 超美啊 大家接力下棋 這我看是本詩影還是Mina 但是那個棋我要會下啊 你們玩什麼棋啊 跳棋我好久沒玩 我怎麼會接力樂團表演 怎麼可能 都組不起來 圍棋我不會玩 雖然我有看齊鳴王 但是我不太會圍棋 那我來唸一下排名咯 吳子棋 吳子棋我好像知道是連線的那種 打排的話我最喜歡玩排棋 有人願意跟我玩排棋嗎 謝謝新鮮檸檬的糖果 所以每次要唸排名就會卡 啊 我的手機自動關機了 你們願意求救嗎 姊姊的話 姊姊的話 他在房間 我不知道他可能沒有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下雨太大聲他聽不到欸 他不然讓我看到 這不是網路 是我手機忘記充電他沒電 還是你們幫我幫我排名 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奶奶可能睡 對欸有可能 那好吧那你們報給我吧 那我每次直播結束奶奶都睡著 我生意是有多催眠 可能他可能睡著 好那我來唸排名 那你們告訴我吧 那從第 看你們從第13名 好 第13名是志偉 謝謝志偉哥 第12名是 奶奶這麼累 對啊他今天也上班嘛 所以 第12名是浩浩 謝謝浩浩 第11名 奶奶只要不出去玩就很早睡 但他明天好像會出去玩 第11名是富偉哥 謝謝富偉哥 為什麼姐姐變奶奶 他沒有變奶奶啊 他一直都是奶奶 第10名是米酒 謝謝米酒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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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酒 第9名是 忠哲嗎 謝謝忠哲 第8名是茄子 謝謝茄子 茄子 第8名是茄子 謝謝茄子 謝謝茄子 第7名是漢漢 謝謝漢漢 謝謝漢漢 第6名 第6名 第6名沒有打到 那大家明天明明康舍見嘍 第6名是誰呢 對不起手機沒電 第6名是茄子 謝謝茄子 謝謝茄子 第5名是夏爾 謝謝夏爾 第4名 我想想第4名有可能是誰 哈嘍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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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名是伊爾 謝謝伊爾 第3名 第3名的話 第3名是誰啊 我想想 孝賢嗎 香蕉哥哥 香蕉哥哥玩 第3名是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第2名還是第2名是孝賢 第2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嗨 嗨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來看史博 明天明明空見 然後下週的話 應該也是星期一 晚上9點 燒肉王 燒肉王 晚安 大家晚安 然後還好很期待握手會 我還沒想好握手會 要握手 糟糕 大家明天見 晚安 歡迎三世 羊羞晚安 正好晚安 國城晚安 人好晚安 祝晚安 小千晚安 今天明天良策見 狗洞9號晚安 88晚安 什麼 玉成 玉成是雲爵專屬考了網課 你給我記住 你給我記住 你變心了 你久晚安 愛文晚安 路庭晚安 哈哈晚安 哈哈晚安 瓜瓜晚安 中和喵喵晚安 叮噹鼠晚安 欸 玉成說不是欸 大家晚安 拜拜咯 什麼 到底是不是 火力郎晚安 柳成晚安 哈哈晚安 庫洛洛晚安 好啦 好啦 但玉成說不是欸 真的假的 小千你不要抹黑人家 玉成我們握手會慢慢見識 大家晚安囉 拜拜